嘿 我是安 有乖乖给我推荐了一家店 可以说是全上海最划算的 越是茶点自助 一个人竟然只要78 就能唱吃50多种菜品 大脚黄 凤爪 排骨 牛仔骨 通通吃到手 今天就带你们去耗这个羊毛 乖 赞点好了吗 点好了 咱们就出发 好了 我们已经入座了 这边的碗市自助是从8点钟 一直可以吃到10点钟 一共是有两个小时 我刚替你们数了一下 上面一共有57道菜品 所以能吃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他们这边点单是有规矩的 一个人一次下单可以点5分 我们两个人一次性就是10分 吃完了可以继续加单 我觉得两个小时 应该够我们吃饱了吧 那我们直接下单 好了 乖乖们 我们的第一轮的菜 已经全部上齐了 你们平时点自助的话 是先点贵的呢 还是喜欢点自你喜欢吃的呢 我点的这十套菜里面有 他们家的招牌菜 还有我喜欢吃的 虾角黄 豆豉蒸排骨 酱汁蒸凤爪 红米肠 黑椒牛仔骨 熬水鸡 珍珠糯米鸡 川芝超手 萝卜炖牛腩 顺德杂脆奶 这怎么有一道好像还没有来 这不是十道齐了吗 什么还没来 是我和宝贝们的未来呀 先来一楼虾角黄 这个你们爱吃吗 来 第一口味你们 这个虾角特别的鲜 里面是有两艘很大的虾仁在里面 虾吃上去也是非常的Q弹的 嗯 画的那皮好软 这个虾脚黄真的很好吃 来来来 给我来一个 不行 你没发现我给你变了个魔术吗 什么魔术啊 睁大你的眼睛 看一看 这就是一键三零啊 下一口我们吃凤爪 这就是我的最爱哦 看它这个凤爪够不够软弱 它这个酱汁超好吃的 甜甜咸咸 加一点点微辣 炖得很软很软 它像这个画骨绵掌一样 特别的好 特别的棒 再来 豆豉蒸排骨 这个也是我会避扁的 这排骨看着还是挺肥的 这个排骨也很好吃 多好吃啊 这道菜虽然看起来没有上色嘛 但是它味道很浓 酸味很肿 然后是咸甜味的 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没有放芋头 它化成了油豆腐的味道 这是豆腐也没有细枝 中间是很淡很淡的味道 就是你吃了这个排骨感觉上天了 但是你吃了这个油豆腐就下地了 这个你们吃过吗 红米肠 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月式点心 对 这个金黄色的会有点像油条的头感 但应该不是油条吧 肥皂上头很贵 然后杀人的鲜味很浓 好厉害 外面的糖粉比特别的滑 吃到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感觉有点滑淡 像是酱油 但是下来就变得好好吃了 但是我觉得一下子吃肉 可能会有点滑 吃饱我们就血亏了 这个可以放在后面自己 春香口水夜 这个给你爱吃的吗 你看它这个鸡肉也有这个肉洞 这鸡肉非常的冷冷 吃下去也是带着滑滑的口感的 我每道菜的词价都很好啊 对 真的要谢谢我的乖乖 目前为止我吃到的每道菜都很好吃 谢谢 那你们以后有什么推荐的菜也记得 把评论去告诉我 我最后就打卡了 再来再来 萝卜做牛腩 它这个牛腩还是很大的 它这个牛腩的味道特别像红生牛肉面 很香的 它下面的萝卜如果也好吃的话 那这道菜就完美了 我觉得它下面的萝卜一般般 来口顺德炸鲜奶 这个我经典不经典的 但是我爱吃鱼肉 虽然它的外壳很油很腻 但是中间的那个软软的奶油 真的是很好吃 挺甜的 吃多了还是会腻的吧 对 会腻 不能多吃 珍珠糯米鲫 好像说什么鸡肉 有咸蛋黄 但是鸡肉特别的少 好 它外面糯米就一吃就觉得很顶 吃起来非常的腻 肉还是不要点 就如果不是饿疯了 就不要点料菜 对 不好吃 倒不好吃 尝一下这个牛仔骨 咬不乱 这个牛仔骨有点点老 它味道其实挺重要的 但是就是咬不乱很老 就学一般买来 第十道菜了 穿芝超手 里面一共是六个 每个还都特别的饱满 现在很多很多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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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芝超手好好吃 不愧是我们喜欢的 喜欢的这个味道 调得特别的好 它的酱汁是咸辣当中 它会有点酒香的味道 整个县是非常扎实的鲜肉 整个县是非常扎实的鲜肉 嗯 重大县 它这个酱汁是特别的 好了 好了 我们已经把十道菜全部吃完了 我刚刚粗略了算了一下 这每道菜算它二十块钱的话 那我们现在已经回本了呀 何止回本 简直血赚好吗 好了 我们已经吃饱了 这顿吃的真的是太爽 太完蛋了 在广东吃一顿 至少要两三百呢 那这边78的价格 是真的很划算啊 记忆你们一定要提早过来 这边是八点开吃嘛 你们七点钟的话 最好就可以过来排队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关注我 我是丹妮喜好羊毛挖结 全上海便宜又好吃小店的呀 下次想吃什么 记得去评论区告诉我 拜拜